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养父母算是中产阶级 家庭条件不错 两人事业顺利 唯一不顺的是 结婚多年 二人始终没法生下一儿伴女 然而刚收养我一个月 养母就怀孕了 两人当即便要把我送走 邻居奶奶对他们说 这孩子是来送子的 你们把他送走 恐怕孩子也保不住 这是后来邻居奶奶告诉我的 无奈之下 养父母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 后来他们生下了我的妹妹 我懂事后 他们就骗我 说我是他们捡的 我隐约察觉 这些年他们一直有意无意打听我 亲生父母的消息 后来我就成了妹妹的小跟班 小小年纪我已经学会了察言观色 一过就是十几年 在家里照顾妹妹是我的生存之道 她学习的时候 热了我给她扇风 渴了我给她倒水 学累了 她就会将作业都推到我面前 说 你快点给我写完 等会我还要去参加补习班 我妈回来了你 及时喊我 要是让我妈发现了 我要你好看 可是妹妹 为了咱俩有个照应 妈妈已经把我留了一级了 妈妈好不容易拖人 把我们分到一个班 你要好好学习呀 不然妈妈会不高兴的 现在正是高考的时候 我担心妹妹再这样下去 我再被留一级 也是有可能的 没想到妹妹却一巴掌 拍在我背上 用你多嘴 你学习好了不起呀 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 还真当你是我姐姐了 我被妹妹压迫了十几年 早已习以为常 也并不是我逆来顺受 而是养父母再不好 也给了我一个栖身之地 如今的我 正处于准备高考之时 并没有独自生存的能力 只能先忍着 从小到大 养父母在我耳边说的最多的 就是希望我能省心一些 还好这些年来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 还经常帮妹妹讲题 监督指导她写作业 可是妹妹 我俩的学业都挺繁重的 你在写作业的时候 我一直在帮你做事情 这会儿我也该写作业了 我有些不开心了 没想到妹妹直接站了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好啊你 顶嘴是不是 你就会当着我爸妈面前一套 在我面前一套 等我爸妈回来 看我不告你的状 我没有 那你赶紧把作业写了 等会我还要去补习班 补习班的作业你也得给我写了 好吧 天色已经变黑 我没有专门的书房 只能开着小夜灯 在客厅的阳台里帮她写作业 只呀 门响了 我抬头望去 进来的是从外面打牌回来的养父母 他们有说有笑 看着心情还不错 然而顺着灯光看到我还在补作业 养母很是不悦 小心 这么晚了 你怎么作业还没写完 你是不是白天都在玩 不是 我正要解释 妹妹推开了房间的门 一路跑过去 扑进养母的怀里 那是我做梦都想实现的场景 妈妈 你回来了 妹妹挽着养母的胳膊 神色骄傲的邀功 妈妈 我作业写完了 而且补习班的也写完了 我是不是很乖 乖乖乖 我女儿最乖了 今年你要是能考上北大 妈妈贷款给你买辆宝马 真的 妹妹的目光转向我 得瑟的眉毛都要飞起来了 我没有理睬她 低头继续补着作业 妈妈你都不知道 学校老师经常夸我聪明努力 不像姐姐 今天玩了一天的手机 我让她学习 她还让我别管她 说这话的时候 她们已经挽着手进了卧室 养父关上门前 那瞪我的眼神 让我心中一惊 养父母向来都是这样 无论我怎么解释 她们也只会觉得我在狡辩 在她们眼里 妹妹就是清华北大的苗子 而我能快点找到亲生父母就最好了 毕竟一所三流大学的学费 也够她们心疼好久了 学校已经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倒计时 每节课老师的上课节奏都很快 班里不少同学已经越来越焦躁 而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气氛下 我妹妹还有心思在课堂上 偷偷给别人展示她新作的美甲 李月妹妹没想到会被点名 愣了一下赶紧站了起来 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很简单的函数问题 我已经用了不同的解题方法 把解答过程在我的脑子里过了一遍 我妹妹将手藏在背后 嘴里嘟囔半天 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那李心你来回答 见李月半天没有憋出个屁 老师点了我的名 我依旧不负众望 用最简洁的方法 把复杂的函数题解答了出来 很好 李心同学 你的想法很超前 不知道有些想法 你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呢 我自然不会说是妹妹的补习班的功劳 我有时候会去书店看书 就看到了 老师满意地点点头 你这样真的很好 大家都要向李心同学学习 人家在课外时间还知道学习 尤其是你 李月 你姐这么优秀 你就不能多向她请教请教 成天心思都没有放在学习上 坐下 妹妹愤愤坐下 她自然知道 我放学后就得回家做家务 饭做晚了都得挨骂 用哪来的时间去书店学习 妹妹愤怒地看向我 低声道 绿茶表 线下 她说 我什么我都不会在意 我已经做好打算 无论到时候考上哪所学校 我都要去上 寒暑假 我就打工去挣学费 摆脱这一家人的魔爪 下课后 不少同学都来我的座位旁问题目 包括班里对同学一向有些冷淡的班草 你挺聪明的 应该可以考上很好的大学 谢谢 你也是啊 我也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学 那加个微信吧 以后有琢磨不清楚的难题 我们就互相讨论一下 好 我俩相视一笑 互相将微信写在字条上 放学龄一想 妹妹便骑着电车直接走了 没有等我 养父母家离学校不算远 骑电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所以我俩一直是走毒 以往都是我骑电车在她 今天 妹妹应该是对我在课堂上说的话 有意见 故意丢下我的吧 骑电车十几分钟的路程 走起来却不容易 等我到家的时候 推开门的那一刻 气氛就已经降到了冰点 养父母坐在沙发上 面色凝重 见我推门 养母第一个发难 见蹄子就是见蹄子 那基因有时候 就是无法因为环境改变的 怪不得你父母把你扔了 你就这么贱呢 我一头雾水 养父解释道 月月说 你在学校和男同学谈恋爱 我转头看向李月 而她高昂着脑袋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千真万确 她就是跟我们班的男同学谈恋爱 我都亲眼看见了 不信你们翻她的书包 李月 原来你在这里等着我呢 怪不得都不等 我就直接走了 还不知道 你已经将我编排成什么样了 我没有 那就是普通同学 然而养母根本不会听我解释 将书包净直 从我背上粗暴地扯下来 将里面的东西西数 倒了出来 几本笔记 一根写得快握不住的铅笔 还有一张 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条 妹妹蹲下去 将字条剪了起来 看到字条上的内容后笑道 看吧 证据就在这儿 人家还给她留了微信 说完她将字条展示在养母面前 养母恨得咬牙切齿地说 就知道你没什么出息 你要是急着嫁人 这高中也不用读了 读不读没什么差别 但是你天天和月月在一起 还搞这些 你就不怕把月月带坏吗 要是耽误了月月 考重点大学 我直接掐死你 你说我养你有什么用 我终于无法忍受 反驳道 要说养 倒不如说用 我从懂事起 就被使唤做这做呢 妹妹和你们在儿童乐园里玩 我却搓着拎都拎不动的衣服 你们一家人 开开心心地出去旅游 我当看门狗一样 在家看家 一天三顿啃着快发霉的馒头 一有时间 我就去奶茶店帮忙 赚生活费 家里的饭是我做的 的是我拖的 再大的恩情 这么些年来 我也还了 果然 我的反驳迎来的是 养父母更加恶毒的咒骂 好啊你 我还真是养了头白眼狼 让你读了几本书 胆子也大了是吧 就该让邻居们都来看看 这件蹄子是怎么报答我们的 两人一唱一和 根本不给我辩驳的机会 字条被妹妹揉成一团 连同我谨剩的尊严一起 丢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 班草再见到我的时候 已是非常冷淡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而妹妹 却是看着心情非常好 我再次站在校操场上时 是在学校的考前动员会上 我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讲话 无非就是分享一些解题技巧和个人经验 等我演讲完 台下已是掌声阵阵 我下台坐定 妹妹却一把将我手中的演讲稿夺去 将写了我姓名 那页思取 等会回家跟我妈说 是我作为优秀学生 代表上台讲话的 听见没有 这种虚名我自然不愿意跟他争 好 不过 你这样一直骗他们 等高考结束之后 一切不都露线了吗 没想到妹妹轻蔑一笑 道 你管我 等我考完 我就让我妈去提车 到时候大不了再复读一年 我叫我妈让你跟我一块复读 我什么时候考上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去上大学 所以啊 李欣 你学习好又有什么用呢 哈哈哈哈 李月笑得开心 而我却咬牙切齿 李月 不要以为我还是那个 让你们随意拿捏的软柿子 然而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让我考不上大学 领考前 妹妹将我的准考证 藏了起来 李欣 你再好好想想 准考证那么重要的东西 肯定不会随便就丢了 班主任对拿着包翻来覆去寻找 我记得我俩的东西都放这了 出发前 我还检查了 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已经急得满头是汗 月月 你拿东西的时候 看到我的准考证了吗 李月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我可不知道 你自己的东西 你都不看好 这时候来问我 莫名其妙 看着她那拙劣的演技 我顿时觉得心里一阵恶寒 班主任急得团团转 在她心里 我就是学校最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的苗子 如果我因为准考证不见影响了心态 那真是能被气死的程度 走 咱们去跟考物说明情况 估计可以先进考场 你说你 平时那么聪明的一个学生 考前能把准考证丢了 你真是急死我了 此时 李月脸上已是掩不住的开心 仿佛已经预料到 我会因为丢失准考证 而心态爆炸 高考自然因此失手 班主任一把拉起我的手 要带我去找考物 李月一脸轻松地跟旁边的姐妹 说说笑笑了 我却将班主任的手拉住了 说 老师 我突然想起来 我好像 李月听到我的声音回过头来 那眼神仿佛在说 看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好像记得 我怕自己丢三落四 自己多打印了一张准考证 当时放包里的 就是我多打印的那张 原件 话未说完 我将手伸进裤兜 从里面掏出一张崭新的准考证 原件 我就装兜礼了 说完 我将目光转向睁大双眼的李月 他可能没有想到 一向任他拿捏的我 居然有一天 也会和他耍心思 李月的表情已经有些绷不住了 我朝他走过去 说 妹妹 你看起来很担心啊 都怪姐姐太粗心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弄丢了 你别担心 姐姐这不是找到了吗 李月挣了一下 看了看四周的同学 愣愣地说 哦 好 找到了就好 随即李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就这样把他摆了一道 高考结束 我原本打算等分数出来后 找家电子厂打工 给自己挣到生活费 学费就用助学贷款 这样我就完全不需要依靠这家人了 小心啊 你也知道 以你的成绩 估计也就能上个大专 妈妈觉得 你完全不用浪费这个钱 直接找个厂上班 这样还能挣些钱 你觉得呢 这是养母第二次这么跟我说了 我沉默着没有说话 继续洗着手中的碗 如果不是养母舍不得 花钱请保姆 恐怕连分数都不让我等 就直接将我撵到工厂上班了 然而分数出来前一个小时 被大招生办的电话 打到了养母的手机上 当时我正在晾衣服 养母那笔喇叭 还大的嗓音 让我很难不注意到她 诶 是 你们是北大的 我从厨房探出头去 看见养母正激动地 拉着养父的胳膊 两个人不停地来回踱步 养父的脸因为激动 而憋得通红 诶 什么 705分 养母听完眼睛瞪得像牛 兴奋地激进昏厥 我就说我女儿争气 月月你真是我的乖宝贝啊 爸爸的祖坟冒清烟了 养父拉着妹妹的手 泪都要掉下来了 李月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然而养母和电话那边 还没说几句 刚才还高兴得不得了的养母 却突然拉下脸来 说了几句后 养母挂了电话 她的心情突然晴转多云 养父拍着养母的肩膀 怎么 激动得要傻了 咱女儿要给咱俩长脸了 走 月月 咱们今天就把宝马提回来 李月也开心地玩起养父的手 两人还没来得及动身 养母就一把拉住养父 表情凝重地说 是找理心的 空气瞬间凝结了 三人齐齐望向 还拿着衣架的我 李月哭丧着脸 眼里尽是愤怒 养母冷着脸 像是要把我吃了 我们就这样对视 终于养母的手机铃声 打破了这份尴尬 养母接通电话 然而那表情 瞬间又绽放了 你好你好你好 你们是清华的 听到电话里面的声音 刚才还搭拉着脸的养父 如获至宝 一样咧开了嘴 月月 那这个肯定就是找你的了 我就说嘛 我女儿肯定能考个 让我满意的成绩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等会养母 肯定还要展示 她的变脸绝技 果然 又没说几句 养母将养的老高的 嘴角放下了 哦 又是找理心的呀 养母边说边斜眼 偏向我 突然话头一转 那李月呢 李月是不是也能上你们学校啊 我们很希望李月也能去跪校啊 我依稀听见那边说 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不过等会就可以查成绩了 希望这位同学也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那边话还没说完 养母便直接将电话挂掉了 我惊讶地向养母走去 妈 人家还没说完呢 你就把电话挂了 我还 还什么 养母瞪向我 等会越越查成绩 查完再说 好吧 我低下头 不出我所料 妹妹考了211 不是211院校 而是总分211 看到电脑上那明晃晃的阿拉伯数字 养父母一度觉得学校 把我俩的成绩搞混了 然而他们没有怪妹妹 倒怪起了我 当初我让你老老实实 不要耽误了月月学习 你还谈恋爱 听月月说 你考前还丢了准考证 弄得月月为你担心 肯定就是因为这些 月月才发挥失常 我不知道养母是怎么有自信 说出这样的话 妹妹有没有发挥失常 我不知道 但是我没有谈恋爱 也没有耽误她学习 至于准考证 恐怕妹妹比我清楚 养母拿起衣架便要打我 那你的意思是 你的东西是月月拿去了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养母估计自知没理 那举起的衣架始终没有落下 许久 养母终于说 我不同意你去读大学 你和月月一起复读 弥补你的过错 我考了705分 你要我复读 我不敢相信 养母能恶毒到这个程度 她是想将我的人生 永远捆绑在李月身上 你是我们养大的 如今大了翅膀硬了 是不是 你让你复读 你就得复读 你以为你是谁 不然你读大学 我一分钱都不会出的 我读大学 不用你们出钱 我自己正 养父母可能没想到 我早就为自己做好了打算 这对于从小到大都不遵从我的感受 单方面决定我的人生的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种背叛 好你个贱蹄子 当初我就该把你扔了 让你饿死 冻死 好过现在养了一只白眼狼 翻脸不认人 正好 本来我想着你的好日子 也快到头了 有件事 我打算今天吃完饭再告诉你 现在看来 我就提前跟你说吧 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估计明天就来接你了 李月听完扑斥一笑 显然他也早就知道了 全家人只瞒着我一个人 亲生父母 多么陌生的词汇 如今我苦难都已经受完了 他们才想起来找我 早干嘛去了呢 养母继续说 是邻居李奶奶帮我打听到的 听说你的亲生母亲前几天还在医院呢 哎 要不是说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呢 他们就是放牛的 哦 你家里还有个哥哥 你猜你爸妈为什么不要你了 等你回去了 那苦日子才刚开始呢 养母一口气说了一连串话 我的脑子却好像处理不过来 我有些懵 李月捂着嘴 一脸悲悯地看向我 突然大笑道 哈哈哈哈 可怜哟 在我家 你最多就是做做家务 等你回去了 可是要放牛 说不定还要捡破烂给你妈治病呢 养母洋装怪罪李月 道 你姐姐 啊 不对 她等会就不是你姐姐了 人家可是翅膀硬了 刚才还说不需要我们了呢 接着养母 审视地看向我 继续说 李欣 你要是答应复读 以后带着你妹妹学习 我可以暂时将你收留在我们这儿 不让你回去过苦日子 你看怎么样 养母的想法和异想天开 没什么分别 是他们觉得 我就该过这样的生活 还是我十几年的 忍让让他们产生了我如此蠢笨的错觉 什么才是苦日子 是由我定义的 我语气决绝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我等会就给那些学校回电话 把他们一一回决掉 然后再告诉你班主任 你明年要复读 这件事由我决定 而且你既然不愿意认我这个妈 以后你也不用在这里生活了 等你过够了流浪的日子 你再回来伺候月月也不迟 呵 伺候 你终于直接说出口了 这些年 你们在外人面前伪装 对我极尽仁慈 如今你也承认了 我不过就是个免费保姆 你们虐待我 苛责我 打压我 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亲生女儿 不然你以为呢 给你一口饭吃就不错了 还想我们像亲生女儿一样 对待你 要不是你小时候干活勤快 我早把你扔了 听到养母伤人至极的恶毒话语 我不仅没有脑 反倒心里有些开心 行 那咱们就分道扬镳吧 我扭头去了学校 几个班的班主任们 为了学生的分数也来了学校 当我把录音放给他们听的时候 他们个个都紧皱眉头 甚至咬牙切齿 当得知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时 我就打开了手机的录音键 事已至此 如果我再不为自己打算 那便毫无翻身的可能 真没想到 你妈妈平时来开家长会的时候 看着挺温柔大方的 谁知道背地里居然这样 真是人不可貌相 隔壁班的老师听后愤然说道 班主任抚摸着我的肩头 安慰我 李欣 你别担心 这件事有老师在 你中意清华还是北大 老师帮你联系 还有 如果你要是无家可归 你来老师家 我的眼里沉满了泪水 我正准备告诉她 我准备出去找工作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推门进来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奶奶 和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班主任对那两个人说 你们是找学生吗 不好意思 学生都已经放假了 那两人像看到了什么似的 一脸兴奋地朝我跑了过来 班主任也被吓了一跳 急忙将我拉到她的身后 你们干什么 再这样 我叫保安了呀 说话间 那个奶奶已经放声大哭 张开嘴却嗓子哑了 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个中年男人也是满脸的泪 丫头 我终于找到你了 办公室的人全都不明所以 男人对着奶奶不住地点头 找到了 找到了 像 和你年轻的时候太像了 男人继续说 我们去你家 你养母却说你跑了 你妈想着 你唯一能去的地方 就是学校了 我说学校已经放假了 却怎么都劝不住你妈 她说今天什么都要把 所有的地方找一遍 妈 我疑惑地喊出了声 而我面前的那位奶奶 重重地点了点头 终于说出话来 是我 是我 她居然是我妈 为什么她看起来这么憔悴 头发都白了 估计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我的亲生爸爸对我说 那时候你刚出生不久 家里面的牛都生病了 我不得不看着 我们做梦也想不到 你就在眼皮子底下被人拐走了 你妈怨自己 一夜之间就白了头 后来身体越来越差 三天两头地进医院 这些年 我们每天都在找你 原来 我不是被扔的 我是被拐跑的 我不是被人遗弃的 不要的东西 我有亲生爸妈 他们还很爱我 这时候 班主任也从我身前让开 我上前抱着他俩瘦削的身体 第一次哭得昏天黑地 最后 我还是把我妈劝回了医院 医生说 她的身体状态很不好 经历了大悲大喜 需要在医院静养很久 如今看着我的亲生父母 他俩明明才四十多岁 却比同龄人憔悴得多 如今妈妈住院不仅处处都要用钱 还需要人照顾 爸爸肯定捉襟见肘了 我抚摸着妈妈布满青金的手背 说 妈妈 要不我不读大学了 我在家附近找个班上 这样既能照顾你 也能挣些钱 好让爸爸轻松一些 爸爸刚给哥哥抱完喜 挂了电话 见我这样说 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 对妈妈说 你看咱女儿多懂事啊 妈妈重重地点着头 眼底蓄着泪水 拉着我的手说 傻孩子 哪需要你挣钱啊 咱家漫山遍野的羊 几百头牛 卖头牛学费就有了 是啊 爸爸附和 你哥哥也是上市公司的高管 说来也巧 就在这个城市呢 要不是你哥个人脉广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有你的消息 我把找到你的消息 告诉你哥了 等他忙完 就过来找咱们 是吗 哥哥在哪个公司 我跟哥哥居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 然而当爸爸将哥哥的名字 说出来的时候 我不禁笑出声来 还有更巧的是呢 养父母 看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爸妈问我 养父母家是否还有要拿的东西 没有必须拿的就去商场 所有的东西都买新的 爸爸边推着满载物品的推车 边对我说 丫头 你要是舍不得这个地方 我们就在这儿买栋楼 以后你养父母想你了 来找你也方便 我没听错吧 买一栋楼 养父上班那么久了 也还供着房贷 他们开口就是买一栋楼 何况还要和养父母同住 我皱了一下眉头 妈妈推了爸爸一下 说丫头 别和你爸计较 他小气 让他给你养父母也买一栋 感谢这么多年 他们的悉心照顾 我连忙止住他们的话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些年 他们对我一点都不好 我吃了很多苦 说完爸妈陷入了沉默 不用想 妈妈肯定又要不住地自责 我岔开话题 打断了妈妈为开口的话 为了拿回身份证 我们还是来到了养父母家 开门见识我 养父随手便要将门关上 却被爸爸拿脚抵住了 养父一脸震惊地看着爸爸 说 你有病啊 爸爸礼貌地一笑 你是丫头的养父吧 我们提了些礼品来 不管怎么说 这些年来 丫头也是在你这里长大的 透过门缝 我看到屋子里的养母 给养父使了个眼色 养父打开了门 养母正吃着西瓜 而李月窝在沙发上打游戏 两个人完全无视我爸妈的到来 我们买了一些小东西 你们不要嫌弃 爸妈有着牧民的朴素气质 即使给养父母带的 是他们厂里出口国外的顶级牛羊肉特产 态度也还是谦卑的 养母撅起嘴 将西瓜子壳吐飞到我们面前 一脸嫌弃地捂着鼻子说 呦 什么东西啊 一骨子味 而养父知道这东西很名贵 说 这牌子我倒是见过 不过不是我说呀李欣 你爸妈 也是为了给你撑面子下了血本 自己家有牛不杀 买这么些 顶级食材 家里困难就省点 你面子上是过得去了 可是谁又会因为这个看得起你呢 人要有内涵 没想到爸妈的一片好心 变成了她嘲讽的由头 我这要反驳 爸爸却掀开了口 现在看来 我家丫头在你这儿 确实吃了不少苦 不懂礼数的养母 没素质的养父 真是可怜我家丫头 这些年一直在这虎狼窝里受苦 李月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你说什么呢 你个臭放牛的 进个城看把你嘚瑟的 你有什么资格 说我爸妈 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李月 你有这个时间对长辈指手画脚 还不如去房间读读书吧 以前你成天作业 一个字不写 还都让我给你写 你爸妈一出门 你就出去和你的朋友们鬼混 这样猴年马月才能考上大学啊 我朝李月发难了 以前我懒得拿这些说事 如今抖落出来 无疑是最好的时机 养父母果然一脸震惊地向李月看过去 特别是养母 我第一次看她对李月露出 那么愤怒的神情 李月立马没了声音 捏了斑坐了下去 养母指着李月说 你等着 我等会收拾你 说爸她又对爸爸骂道 真是开了眼了 怪不得这丫头成天 没个出息呀 原来是基因就随了爸爸 好啊 你们不是很厉害吗 我们养了她快二十年 别的不说 你赔我们两百万很合适吧 你做梦 我吼道 你们要是不给 我就告你 我养你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必须给我赔偿 双方争执不下 门铃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养父开了门 我爸对着门外西装革履的少年喊道 儿子 养父却像受惊的哈巴狗一样 一下熄灭了嚣张的气焰 对门外那人谄媚地道 王总 您怎么来了 好戏开场了 显然 门外那高大帅气的少年 就是我的亲哥 他进屋前 将屋内审视了一圈 目光触及我的时候 突然变得柔软 你就是李欣 嗯 我微微点头 我是你哥 说完他就看向养父 而旁边的养父 已是满头细密的汉珠 刚才听你们说要赔偿 我哥问养父 养父还没开口 养母先对我哥喊道 那可不是 你虽然是我老公的领导 但也不能不讲理 仗着你的身份就欺负我们 我们养了他十几年 你们说走就走 想得美 必须给我们赔偿 好 我哥居然答应了下来 他接下来的话 让我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我对养父母最后的感恩 也消失殆尽 据我调查 当初李欣并不是你们捡来的 而是从人贩子那买来的 对吗 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养母看向养父 两人互相对望 养母愣了一下 随即跳脚道 就算是买来的又怎么样 我不买 别人也会买 别人买去了 他说不定过得没现在好呢 我哥微微一笑 掏出了兜里的录音笔 说 你承认了就好 收买或拐卖儿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 伴随非法剥夺 限制人身自由或有伤害 侮辱等犯罪行为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我哥的一双冷眸看向二人 问 这法律规定可还清晰 真不愧是我亲哥 人长得帅 还和我一样狗 伤害 侮辱 你还真是张口就来啊 养母还是嘴硬 我哥看向我 仿佛在等我回应 我也不负众望地打开手机 放出了那段录音 现场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等录音放完 那二人就像双打的茄子 捏了下来 养父像是想到了什么 冲过去给了养母一巴掌 养母没有防备 那力道直接将她掀翻在地 你个坏事的老娘们 心心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平时你尽窜多我苛待她 都怪你挑拨 养父指着养母的鼻子骂道 养母捂着被扇得通红的脸 不可置信地看向养父 我窜多 明明是你天天念刀你挣钱不容易 还要给别人养女儿 你不甘心 现在全怪我身上 你还打我 说完养母就爬了起来 朝着养父冲过去 两人撕打在一起 李月就在旁边不停地哭 嘴里还骂道 李星你个小贱人 你不得好死 你个祸害精 我搁面路不悦 说 小小年纪 出口就是脏话 说明你平时就缺乏父母管教 如果你爸妈平时没有时间管你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爸多一些陪你的时间 我可太了解我养父的这份工作了 当初他花了不少钱 打通关系好不容易面试上 就到处炫耀自己找了份好工作 得了别人不少羡慕 工资高 福利好 每天很早就下班 他就带着养母一起去打麻将 每月不菲的收入才让他有勇气买这么贵的房子 如果失去这份工作 且不说没有了家庭收入 断工就够他瘦的了 到时候银行来收房子 他们连个妻身之地都没有 养父推开纠缠的养母 卑微地爬到哥哥面前 祈求道 王总 我求你了 我年纪这么大了 要是失去这份工作 我家就毁了 求王总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我哥的表情有些许的动容 被一个比自己年纪大那么多的男人跪着求情 要说毫无反应那是假的 我心里也生出一丝怜悯 既然该讨的都已经讨回来了 也不至于把他们都逼上死路 然而李月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爸推向万劫不复 爸 你为什么跪他 李心这些人 就是来看我们的笑话的 一群贱人 不得好死的贱人 最后一丝动容 也从我哥脸上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冷漠 养父回头 咬牙切齿地看向李月 李月显然被他爸的表情吓到了 他向来都是他爸手心里的宝 他说一 他爸就不会说二 当然 这是建立在不伤害他爸的利益上的 下一秒 我就看到养父抬起手 重重地打在李月脸上 接着破口大骂 你们母女是要把我逼死是不是 李月 我平时就是太惯着你了 你学习学习不行 还长了个猪脑子 这一场罗生门 比电影还精彩 我妈还是心善 不忍目睹一个家庭 就这样散了 儿子 算了 只要以后他们不再为难你妹妹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说完妈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我轻轻拍着妈妈的背 心里也有愧疚 本来养父母的这些烂事就够我头疼的了 还要连累我妈也拖着病体来看他们打架 我对哥哥说 哥哥 我饿了 咱们去吃饭吧 刚才还对养父冷着脸的哥哥瞬间绽放笑颜 好 午饭我早就定好了 咱们去吃饭 我牵着妈妈的手 走出了养父母家的门 回头看向还红着脸的三人 我叹了口气 如果他们一家就此消停 这事情也就过去了 他们一家人也能保住富足的生活 可里月偏偏不满足 要将我拉下地狱 晚上 坐在哥哥的别墅里面 我们谈论起了学校的事 爸妈才知道我高考考了705分 一家人都为我高兴 问我是去清华还是北大 我在犹豫 洗漱完 我正准备躺下 手机却亮了 是一条好友验证消息 对方正是我以前没家好友的那个班草 我心里有疑惑 也想起了以前 他突然对我十分冷漠那件事 我点了同意 那边发来消息 李欣 你千万要小心你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李月那边还没消停 我回复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良久 那边发过来一大串信息 让我彻底地认清了李月的为人 当时你给我先发过来验证信息 我通过之后 你却不停地骂我 我当时很生气 就直接把你拉入了黑名单 后来我越想越不对劲 拿出你给我的纸条 对比之后 发现那根本不是你的账号 我有些懵 所以当时是李月偷偷夹了它 还故意装作我骂它 那你怎么知道 骂你的就是李月 她接下来的话 让我刷新了 对李月的恶毒底线的认识 我在一家K歌店勤工俭学 我戴着口罩 她没有认出来我 她把事情都说了出来 还跟一群社会青年商议 要把你骗到K歌店 然后 好啊李月 我妈心存善念 要给你们一条生路 你却急不可耐地要去坐牢 我还没回复班草 李月发的消息就弹了出来 姐姐在吗 李月 这可是你自找的 我深深吐了口气 回复 在 怎么了 那边显示输入中 一会儿一长串字就发了过来 这打字速度 堪比打印机了 显然是早就编辑好的 姐姐 以前都是我不好 我和妈妈都非常自责 我想请姐姐吃饭 就当给姐姐赔礼道歉 希望姐姐不计前嫌 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给姐姐赔罪 当面道歉好不好 弥补我以前的过失 说我不恨李月是假的 以前与她朝夕相处 她却从来没有给过我 一丝温情 她只把我当陪读 当保姆 当时只给她一个小教训 我自然心里也有遗憾 我不是圣母 即使我躲得过这次 也保不住下次 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 李月又设计什么样的陷阱 等着我跳下去 不如趁着此次 在知晓她计划的情况下 将她彻底压在五指山下 像李月这样的无良少女 法律的惩罚 自然是对她最好的教育 好 你把时间 地址发给我吧 回完消息 我就躺下了 脑子里却十分清明 一套完整的计划 在我的脑子里成形 第二天 我提前去店里 买了针孔摄像头 将摄像头藏在隐蔽的地方 我又买了个通话手表 时刻保持和搬草的通话状态 并嘱咐她沉住气 情况不对就报警 我们摔杯为号 听到杯子碎了 她就带着保安冲进来 我如约来到了李月说的K歌店 这家K歌店的面积很大 里面的环境是当地出了名的复杂 我推开包间的门 见李月正被一群人围坐在中间 这群人有男有女 不是染着黄绿色头发 就是满地的纹身 正有说有笑 见推门的是我 李月立马高兴地迎了上来 来来来 我姐姐来了 给我姐姐让个地方 说完她重重地按着我坐了下去 李月对着我笑 那笑容却十分阴森 姐姐愿意来接受我的道歉 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她说着拿起桌上的酒 朝我递过来 喝了这杯酒 以后我俩就还是好姐妹 好不好姐姐 我接过她手中的酒杯 只握在手中 见我不喝 李月催促道 姐姐不喝是不愿意 我摇头 说自然是愿意 可是敬酒 应该是你先喝吧 李月恍然大悟 对我说 啊 对对 那我喝这杯 我却直接拦住 她想拿另一杯酒的手 将自己手中的酒杯 递在她面前 你喝这杯 我和她都清楚 这杯酒被下了药 李月刚刚还满脸笑意 在我递酒杯的时候 却突然变得凶狠 她反手抓住我的头发 说 李心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呵呵 她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李月 你就是这样道歉的吗 我有些吃痛 但还是一点点引着 李月往我的圈套里走 李月哈哈大笑 道歉 你凭什么要我给你道歉 你一辈子就只配当给我提鞋的丫鬟 你还妄想让我道歉 所以今天的局就是你设计来骗我的 是吗 你想干什么 我虽然被李月抓住了头发 保持不住平衡 却还是紧紧抓着手中的酒杯 李月这个头脑简单的蠢材 自然一一道来 我就是要毁了你 看到这些男人了吗 摄像机我也准备好了 给你拍一个完美的个人 你怎么样 哈哈哈哈 人群顿时哄堂大笑 你这样是犯法的 你知道吗 李月 你不能这样 我吼道 也许是想让我更加害怕 李月连敌也全都兜了出来 法律能管得了我吗 你太天真了 这里面有的人爸爸就是警察 你让他查自己的儿子吗 而且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干了 只有影片在我们手里 你敢报警 我就发到网上 还真是完美得很 没想到我这次来还有意外收获 我将酒杯重重地砸在地上 门瞬间就被十几个标形大汉撞开 包间里的男男女女 不知道什么情况 被吓得缩在角落 很快警察也到了现场 我们都被带回去做笔录 我哥文讯也赶了过来 我把昨晚的聊天记录 还有针孔摄像头拍下的录像 都交了上去 警察本来只是想当作一场 小小的纠纷处理 当看了李月他们录的视频之后 立马将他们几个煮饭都扣了下来审问 我哥也不愿罢休 请了律师 只要受害者愿意 律师全程为他们免费服务 毫无疑问 李月此次在劫难逃 我们做完笔录的时候 养父母也从旁边的审讯室走出来 养母见到我 瞬间跪在我面前 欣欣 妈妈求求你 你妹还年轻 要是留了暗底 她就毁了 你不要告她好不好 你让妈妈怎么求你都行 李月有今天 养母功不可没 一味地溺爱 让她没有正确的三观 害人害己 李阿姨 现在不是我要告她 她害的也不止是我 今天我有防备才没有中她的计 但是她已经对别人造成了上海 她必须承担后果 见我已经改口 叫李阿姨 养母已知 我不会再顾念一丝情分 养母起身 便要掐我 被我哥高大的身形拦住 养父拽也拽不住 骂骂咧咧的养母 最后养母也被扣下来冷静 我哥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养父辞退 养父一分钱的赔偿都拿不到 最后 我决定离开这个城市 不是为了避开他们 而是我选了北大之后 爸妈就在当地 给我置办了一处房产 听班草说 被李月害的那几个女生的家庭 联合起来告了李月 养父提出赔偿 他们都不愿意 只要求把李月绳之以法 失去工作之后 养父的房子很快断了工 法院要将房子法拍 养母就守在房子里当起了老赖 最后被法院连人带东西 扔了出去 听到这些消息时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 我只是感谢 感谢我身边现在有这么爱我的爸妈 王欣 我的乖乖 饭做好了 我爸系着围裙 对着我喊道 哎 来了 别忘了 别忘了 为什么 和老赖 在焊道 我的乖乖 又是